簡報就是從第二頁開始 因為第二頁基本上就是三項出變 一個老漁民跟一些廢棄的防滑民 還有一個海邊的防滑標誌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看見的三個面向 就是我們想要嘗試的去做一些改變的事情 老漁民就是指台灣的漁業文化已經漸漸的在 就是年輕人就是一級產業年輕人是不太重視一級產業 但是他幾天是介入的 他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生活產業吧 我覺得 所以就會希望說其實大家還是應該要去認識一下 說我們的一級產業 那再來TFS其實是在我們的 我們可以在陸地上的生活中製造的垃圾等等之類 其實對環境會有蠻大的影響 但是就是魔王不自知 因為在台灣其實垃圾的自由回收是做得非常好 必須講 但是即便在回收率高達96%的情況底下的話 我們的就是我們僅僅雖然只剩下4% 但因為總量太大去乘以4%之後 還是很大 還是很大 所以垃圾的人還太多 就會在我們的海底看到這些情況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個一張圖我們想表示說 其實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在上幾個世代對海是恐懼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那是一個蠻恐怖的地方 常常會發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就會希望說小孩子不要去接觸海什麼的 就是不要繼續獨自去海邊玩 但是其實我們覺得台灣其實是一個被海洋環繞的國家 畢竟我們就是個道路 海洋終究是一個我們離不開的議題 所以希望說大家對於海洋有更親近的方式去認識它 而我們是一面的恐懼或排斥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開始嘗試做了一個遊城設計 就是我們希望說透過獨木舟透過膚淺 大家常常會比較受大家吸引的海上流氣運動 來包裝海洋去讓大家認識好洋 所以我們就開始透過這些海上休閒遊城去告訴大家 其實海裡面是有生態的 那你在陸地上所做的垃圾那些等等 其實是會影響到海洋的等等之類的 然後甚至是其實海底下也有很豐富的生物 如果你是對一個對生物跟對生態環境感興趣的人 那海洋也是一個你很值得去看的地方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獨木舟訓練營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大同效應的東西 然後裡面有一些細節施行方式不一樣 那進駐在地就是因為我們後來選擇了基隆寺一個超進公園 那它的特色是 它是全台灣唯二之一的完全保育區 就是它那邊是完全不能任何財庫的 不管是什麼世界什麼時候 就一小塊地這樣子 然後所以然後因為它們的財庫是完全保育區 然後旁邊有一個海科館 所以海科館就在地下進行了蠻多的富裕 例如雀鳥的富裕跟山蠟的富裕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的海底下就會蠻多生態的 然後就會參加的人在它復興的 就是順便跟它講解說 這邊的生態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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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然後再來是 這是我們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流程的細節內容 就是我們希望說 跟其他的水上活動業者做出差異 就一直是說 你只是來玩獨木之後來付錢 然後就沒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那只是一個媒介 那只是一個讓你認識海洋的媒介 所以我們前面會穿它一些比較多的東西 就是像是被人開獎 因為我們其實是在草津公園有一個小漁村 我們就會從小漁村出發 然後去跟它介紹這漁村的東西 像是我們現在在漁村 它用的是一種漁法叫做燈火漁業 就是利用漁的虛光性在土 所以你會再看到船上有一堆超大顆的燈光 然後我們就會給它稍微講解一下 然後再帶到我們的水上有氣活動 這就是我們的空間 然後就發現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空間 是社區發展協會 會長 前會長的家 然後他老公是一個退休的船長 所以他們家就有很多很酷的東西 什麼航海儀器 然後撈上來的貝殼 甚至是還有那個 那個珊瑚 撈上來的那個珊瑚石頭 那叫做郭老師 然後就很大一顆 然後我們就順便進去那家 然後利用那些東西跟客人做一些 講解介紹 這樣子 所以廢人是關心廢棄物的人 會有進行嗎 嗯 對 算是 因為就是 這是一個夥伴起源 然後他一開始在做的事情 就是他只是很單純的想 撿垃圾 然後他就開始撿垃圾 然後他就叫自己叫海廢人 然後做到那個撿海廢的人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獨木舟 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說 讓他們去認識那些海洋被騙物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獨木舟後面綁了這個老王 那他就是一個濾網 然後他就會濾到一些上面這些的小的 我們的 我們的 黃樂品拿到排體之後被分解 但他分解的不完全 就開始有這種小碎塊 我們稱之為塑膠為例 然後就把它撈回來 然後就把它撈回來 然後最後再把它做成一個經驗品 裝飾品讓大家去知道說 就是其實海洋的現況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剛 我剛剛有提及的是 我們在導覽的時候 因為這一塊是完全保護區 所以他底下都有海膽 海森 然後還有一些他們附近的雕刻 甚至是商品 然後我們就會 潛下去跟他們去做一些簡單的生物的介紹 然後再來就是 進駐在地就是我們盡量去連結 在地的支援 因為旁邊其實有蠻多蠻豐富的資源 像是長壇社區 其實就有很豐富的漁業文化的介紹 再來就是 潮興公園 本來就是依附於 海洋科技博物館 隔產等等的東西 那海科館裡面就是也有很豐富的 一些關於知識 就是文化層面的東西 因為像是海科館 它其實前身是 北部火力發電廠 然後 那一代 那個 巴斗 因為那個地方是 巴斗子 半島那一代其實全部都是 還有 北部發展的引擎 然後我們也會去告訴大家 AD是花在一個怎麼樣的地步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我們 算是市營運的情況 就是 我們現在目前總共 在做完這簡報 現在應該是一百多人 但是當然說在做這簡報大概是五十一人 現在大概是 我記得是一百二十三個人 然後再來 現在培訓課程是 我們希望說 讓大家 就是 一樣喜歡做這件事 想認識 把就是基隆在地的基隆人 來跟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情 做一些導覽 做一些介紹 然後融合水域 融氣活動 然後垃圾紀錄就是我們撿的垃圾等等 然後 生物數據紀錄是 因為我們有一團員他的專長是生物研究 那我們就划船之後發現 機動居然用海龜 我們覺得蠻妙的 就是沒有人說過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開始 他就開始紀錄那個海龜的出沒等等之類的 就看有沒有辦法說 就是認識一下這群海龜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們一些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穿過我們剛剛說的我們希望去包裝海洋 然後就是希望有些有趣的精神這樣子 然後不斷的往下去揍 然後這是一些我們幫過的活動的DM 後面就是一些活動照片 就是我們幫過的培訓課程 就是一些基隆在地的人 他們希望去認識更多的基隆的文化 然後就這樣慢慢往下揍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去拜訪了一些在漁村裡面的祈老 去跟他們談談說 欸 台灣的漁業是怎麼發展的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帶著 營隊的小朋友 他們參加的時候的照片這樣 我們應該覺得都是照片 照片都看得很不錯 蛤 照片都看得很不錯 所以這個海上浪人是海洋废人的新的branding 照片嗎 嗯 新化的branding都在使用 就是說我得再去看 因為我現在用海洋废人可以找到 名字是三個 對 因為如果我們是用海洋废人 在對外營 然後我們提案的名字是海上浪人 海上浪人 開放成立公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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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海上浪人四個字現在找不到 對 開放成立公司 對 開放成立公司 這個概念比較常見 那也就是辨識度很優先 對 但是海洋废人應該是 唯一一個叫海洋废人 那個辨識度非常高 對 所以具體建議還是用海洋废人 這樣就可以跟就是 YouTuber做派废片 什麼的 對 但是這樣的文化 對 那但是 我是覺得蠻好的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 所以你們現在很順利嗎 或者是有什麼可以幫忙 因為說我們現在 比較大的問題 是 算是 商業發展的部分 就是一些行銷通路上的問題 那也因為就是 就上個大學生嘛 所以我們就是會運用比較 就是 沒有太多的運算 所以我們會嘗試去運用一些 數位上免費的行銷 例如Bestify去做行銷 那就是如果是這種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 在數位行銷 就是會想問 就是只有這些能助嗎 或者說還有一些 你們的TA是誰 你們的TA是誰啊 就是你們到底是 倡議教育為主還是 就是你底下 翻轉大家 某個既定印象 還是叫大家都在這邊玩 就是說 是外國還是連續型的 嗯 轉心 我會覺得就是比較希望是 在商業上是希望大家來玩 但是我們希望他玩完之後是 會有不一樣的印象帶回去 就是 帶他來玩是手段 但是我們有目標 但是那個目標是什麼 具體來做 我會希望就是會希望帶他們去認識說 海洋的文化 然後去讓他們知道說 就是盡量去建立一些環保儀式之類的 然後覺得如果 甚至是如果他平常可能對自己 對海洋生物不太了解 也希望帶他去認識說 其實海洋下面還有很多 動物植物可以讓你去認識 就是如果小朋友們未來對這一塊 有興趣的話 我們必須去做研究 那後面提前比較是血洗的動機 對 他血洗動機 那前面是就是少用聯保的品 之類的 在裝嗎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有很多 你們很自然網路上面的一些 好像那個不素質 和塑膠的素 那或者是 就是網路上有很多這種 易減素 循環 減少海肺等等 為目的的這些社團 對啊 那這樣聽起來說 你們的訊息跟他們 是完全一樣的 等於是說 你們是他們的一個outreach 就是來這邊體驗過之後 你就會被洗腦 然後接下來這個部分 來爆頭就沒有這樣子 對不對 14是這樣子 對啊 那這樣的話 幫你擴散的 你可能就是 曾經來體驗過一次的 這些社團的KOL們 他只要來過一次 而且真的覺得 這個對他要槍斃的那個有效 那他就會更是免費關門的宣傳 所以就會變成說 是先找到 可能就是關注環保的一群人 他已經在網路上 已經有一定的社群人 有很大的聲量 那你就免費招待 就是裡面幾個 來嘛 那來了之後 他發現說 讓人重視海洋 而且不是只是海鮮文化 什麼之類的 反正他們論述能力 一定都比我們高 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 有這麼多就是 就是理工耗 那所以自然就是 等於你的這個品牌 是搭著這個環境倫敵 而擴散 而不是是當地的 因為就是說這個 它的差別在於說 論述當地的 那你當地的這個部分 你要講就是有些無可取代性 但是如果你是外貨 你要講的反而是 你在每一個地方 本來這個被封鎖的海岸線 你在島上的人 然後重新變成海上的人 每一個地方 都有海上的費 人跟航行之類的 就是那就是你要的其實是 別的地方有 只是擴散你們的這一塊做法 那就不是說 好像飛來你這邊不可 那你很難在一個行銷的天片上 兩個同時做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問是這個意思 但是聽起來就是說 你們這個是 一個至少對於全台灣來講 是都符合的這樣一個訊息嗎 不是說好像只有在這邊 那它如果去別的保護區 它也可以體驗到類似 你說維爾另外一個是葉劉還是什麼 文庫的小民作品 啊OK 要進 所以葉劉那個是靜雲區 對 就是城裡不太一樣 它是沒有完全保護區 就是靜雲的採用 它其他地方是有部分 魚類或藻類可以 某些時段進行採用 我的特殊採用 OK 那它那個區域是完全靜雲 所以連藻類都不可以 藻類它是四到十月 然後當地區才可以採用 而且它有 就是規定了一些特殊教育 那你有跟這幾個 什麼形象什麼 類似聯合關係 其實可以 不錯 對 彭媽們 我們那彭媽們有認識的 類似跟我們做相關的 類似跟我們做相關之類的 然後我們有跟相關 就是有互相交流 因為聽起來就是 可以聯合行相關 對 等於這是你們兩邊的特色 OK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題目 不過這個大概還是要體驗 才能比較完整的了解 對 這不是PWRFORM可以傳統 對 應該我們把公司切成 我們主的核心是在做海洋教育 我們切成三塊 也可以是做環保 還有生牌 跟水上活動 切成這三部分 然後 因為大部分人對於水上活動 比較感興趣 所以我們會藉由這一點的 廣告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會加上 你的產品的深度 對 然後水上活動這一塊 會有 透過不同的點 去增加它的廣告 對 然後我們有在尋找一些 比較特別的場餘 例如像 供養那邊 現在我們找到一塊 它是 上的白話非常嚴重的地方 對 但是大家不知道 那邊的白話 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片 對 所以衝擊到 一般人看到的話 會蠻有衝擊感的 我們希望能 透過這樣子 讓他們更貼得到 不是只有影片中 看到這個樣子 當你真的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應該問這個社會 多做些什麼 對 OK 你們有 就是 有做一些 就是水上攝影 當然就是 自己 沒有去 但是可以看YouTube 就體驗了 這個其實蠻困難 因為水上攝影師 另外一個專業 而且它蠻困難的 它需要用到千歲的器材 要辦法去做到自己 那需要一點時間 你要短期一點幫忙 OK 因為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 文化部有一整支 就是在跳水下為止的 內心之道 對 那我覺得 他們蠻花力氣 就是去 讓人等於 立刻就 身處在海中 一個那種感覺 那我會覺得 很多像你們 剛剛的這些宣講 什麼之類 當然照片 拍得非常漂亮 可是都是 還是在那個海平面以上 對 那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比較都是 從海下 有一點撈上來的 那一點點東西 這樣子 那但是就像你剛剛講 整片門上路 或者是海飛的議題 或什麼 我們如果現在這個討論 是在 比如說VR裡面 或者是環境裡面 但是我們就是在水下的討論 那這樣其實它那個 就是衝擊度 圍高非常多 對 所以我不是說要讓你們 自己去買很貴的VR設備 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就是 找一些水下文化資產 或者是 一些已經有在做 這些的團隊 然後也許是可以 增量了多少機會 因為你們的這些環教 理論上 如果它有一個 環境的設備 或者是VR的放言的設備 像高雄電影街 現在也有VR 這個設備的話 那你在那個裡面 去宣講你的理念 其實跟你要台過來 來講 當然是 你 就是在VR裡面 講的成分很低 因為你這樣講一次 就可以錄錢 那但是如果 你是 大家非得來這邊 不可的話 那當然就是對觀光 有一點好處 沒有錯 但是以緩教來講 等於是說我沒有辦法 花四天 或者是花多少天 來你這邊的人 可能就沒有辦法 有一個 比較階梯式 讓他稍微感受到 你想要傳達那個意念 所以就在這個中間 稍微把它補上 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我並不說一定要用VR 但是就是有某種他自己 在家裡 就想想說下一次 我們如果還是要做這個簡報 那以這樣子的這些東西 那我之前常常做的做法就是 我就戴VR 我昨天才拿了一個XR SPACE的頭盔 然後來訪的朋友 我就假髮下去 他只有一個 那每個人都戴上 然後體驗個30年 那在30秒的時候 他就穿下去 那但是就是說 大家實際進了什麼塔 或者實際上了太空 30秒 之後再聽你講 他那個聽的那個感覺 完全不一樣 對 那所以不是說你一定要沒有 但是要有某個狗 讓大家覺得說 我就是在那個海上 而不是大家現在在這邊 其實我們雲場的後面 很難看到很多星星 那我們現在在水平面上 你也很難想像海域 所以就是把人帶進去的那個 感動的那個 我覺得很重要 那就算你只是去license 一些人家已經拍好的來用 我覺得都可以很大幅的 提高你們的說服力 對 我覺得這是具體的建議 謝謝 我會想問他 水下文化 其實我們準備的第二個問題是 對 有哪些資源可以 就是在數位請教上 有哪些資源可以 剛剛鄭文已經有提到說 對 水下文化 水下文化 就是我想問細節的情況 對 因為它的概念是說 因為水下的文資 它就是 literally在水下的文化資產 就像我們不會把一個文資 全部鏟起來 然後搬到什麼野流女王頭 把它看掉 搬到什麼地方 博物館保存一樣 它是在它的那個當地才有意義 因為它是當地地質的結果 對 所以他們的做法 就是說 它就是把那個遺物 就是水下的這些文資 可能一些小的部分 也可以多多少少帶上來 但絕大部分是限定保存 就是就直接放在水下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要去觀光是 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 就是生前 就是 就算你說 我給你四天的時間 我帶你去 就是水下 看一艘沉船 那除非你是 事先受了非常長時間的訓練 不然的話 方式 navigation 就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當你實際到那個船裡面 的時候 那所以 他們就是找這個 就是 不管是 搖桿去操縱 小型潛水艇 然後透過遊戲的方式 就是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未來 可能探索火星 或什麼 大概就是這樣的方法 就你仍然開始在地球上 但你可以遙控一個機器人 然後代替你去探索 那個地方的場景 那另外就是說 它這樣子一個互動的 你專業潛水員 看過一次之後 配上 像你剛剛講的那些 很專業的導覽 那這是兩個專業 就是 一個專業潛水員 跑去這樣子 全部都開玩 跟你事後來把它直接借錢 然後配上 你能入身的旁白 這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專業 但是兩個都要有 才能夠說 那我可能只有15分鐘的時間 我待上平安之後 就好像到那個 乘船走了一早 那樣子的一種感覺 所以就是 對有空可以看一下 他們現在有一個文資局的一個展演 叫做秘境 就是秘是徐秘的秘 好像是今年2月的到展期 現在好像已經結束了 本來是在文資源區裡面 但是他們就是有很多預算做這個 所以就是會不斷地有新的這些素材出現 那現在就是說這些素材出來之後 其實這個有點像是那個 就是 陸地上的很多台灣市外模型廟 他們把台灣很多老建築 什麼軍院拜貨之類 全部都3D掃描起來 但是你要怎麼樣 就是運用這些 就是大家看起來都 耳熟那麼強的東西 它終於3D建模起來 你可以在裡面續運走來走去 但你怎麼規劃一個體驗 這個還是另外一個專業 所以通常我們文資局呢 做的就是類似套專業 就是還有一個DEMO 但那個DEMO之後 就是素材放在這邊 然後看你怎麼樣去拼湊 對 那所以就是在你就是 實際到現地的時候 當然那個現地的說服力比這些都高 那就不是很重要 但是因為你在問的是說 人家只是在畫手機 而且離機能很遠 那要怎麼給我其他的興趣 那這個時候就是某些成績師的體驗 我覺得就是蠻很重要的 那這個團隊就給我完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 一個主題的問題 一個清教 或是那個海盜之類的事情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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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針對我們食品安全 或者是保證食品 現在就是政府在主導做這個事 那我們希望透過民間的這個產業學術 還有消費者 希望做一個供應鏈 這個供應鏈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在籌組 有很多相關的科技 比如說建議我們在這個產業一開始的時候 比如說養殖或者是農田 這希望透過有IoT 或者是這一些區塊鏈做產銷履歷 那我是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到位 所以我一直覺得希望能夠有更有效的管理機制 或者是說是不是藉這個機會來給我一點資料 所以這邊想通常是推廣他們做區區區的什麼Option MigData成照 還是鼓勵他們的前銷履歷可以做到的 簡單講 簡單講 這個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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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海都有 對 這個就是一個聯盟 就是學者做學者的事情 做研發的過程研究 然後它有後面要變成實際的產品出來 就有人去種 這一些包括工廠去製造出來 包括最後的供應鏈 去物流等等這些 但是我們剛才有提到消費者 所以消費者他可能有做一些漸減的 這些的DNA 像這些的數據 像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庫 或者是說怎麼樣 有智慧科技可以去 讓這個管理更好 是這樣的 你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像他們剛剛最後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改變自己的行為跟習慣 跟看海洋的心態 對 所以一句話講起這樣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一些方法 怎麼樣比較有優秀的搭乘 所以你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到最後是提供一個消費者信賴的品牌 我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推動所研發出來的產品 或者是產品的標譜 所以繼續列下天和錢和五的那個 拼命套餐 對 最後是加排超市的那種 對 我們有舞蹈這樣的廠商出來 我就是舞蹈廠商 那所以你們有跟天和錢和五這一類的 他就是我舞蹈 對 所以他們帶出更多的小天和的意思嗎 嗯 也對 但是我發現說 天和這個供應鏈商 並沒有那麼完整 因為他本身是以自己談論 我覺得我也自己談論 所以我了解 對 我是說比較 我了解天和我說吧 對 對 跟他們在堅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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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是比較 一個有民間 有學者 或者跟產業界 實際上 這一塊不是都 都 以政府不要去調查你 而是說我取的這一些的 產生履歷啊 它實際上在後面反映出來 對 有點像參與實驗證 就是大家自己拿手機 就可以去參加大電子 對 對 比較類似 就是他如果是供應鏈裡面 他的一級產業的部分 我拿著手機 就可以開始跟那個一級產業 那個書開始聊天 跟他那個熱帶巨量 對 只有一級 二級 OK 然後二級的部分 就是他的加工過程 對 然後我也可以去參觀 類似光榮工廠 對 對 然後三級的部分 當然是可以去體驗 可能會 像還不知道吃魚 然後他放進去 等等 等等 就是結合觀光有期的部分 對 OK 但這邊學界的工作 就是確保說這些可以 產生值得信任的資料 是的 產生值得信任的資料 因為現在比較缺點 現在比較缺點就是近代感 對 比較民眾就是 有時候只能聽電視廣告 對啊 他可能都是 我們認為是不對的資訊 OK 那像就是 朱古列夢那種 你們覺得 他們是共同購買 相當於 這個要求 用生產車的他們的方式 來生產的加工 對 而且有事沒事 就是朱古列夢那種 去看一下生產車有沒有這樣子做 對 那就是那是消費短的蛋管 對對對 他們自己消費短 對對對 那你們就是 覺得有沒有可能運用這個禮物 除非我們 我們 最後的部分是跟他們滿像 但是 我們有 更有依據的來做這個事情 是從源頭做這個事情 他們是以購買者的角度 但是我們從研發跟整個製造活動 等於這一些年 所以可能要用到一些 管理工具 或者是 做我理解 就是那是食安的部分 對對對 那但是我剛剛講 比較是保健的部分 因為保健的部分 因為你畢竟 就不可能宣傳量下 所以保健的部分 大部分還是說 就是我這樣子吃 我怎麼樣子去 配合我 改變我的生活習慣 我的心態 我怎麼樣 可以有一個更完整 一個全人什麼東西的 這樣子一個 就是看世界的方法 這樣 但是因為 如果你不是說 好像 他頭痛要你頭腳 痛要你腳 因為那個已經到 醫藥的方向 對 現在只是說 我要吃得健康 的話 那其實 大部分的心態 都不是來自於 對於數字 而是對於其他人 就是說 我社區大家一起公餐 然後 然後 有拿出一個示範說 我今天在地裡 這樣一個什麼症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 他當然也沒有附什麼 檢測數據 但是感覺就是很健康 你知道我意思嗎 後面保健的部分 他主要是 他也是很科學 但是社會科學 不是食品科學 對啊 所以我想要有一點 可以改變這個形狀 不然就是地下變態 對啊 現在都是流域這種 對啊 那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到底食安跟保健 這兩件事情 是你要同時達成 因為同時達成 他的想要做的方法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如果做一個 就是大家對食安參與 是驗證性經驗 確保他從頭到尾 什麼他灌溉的水 都有什麼水質感測器 這些都非常的穩 對 但是這個到保健那邊 就不一定 能夠這樣子做 我知道 但是他是我們把 保健的必要條件 是這樣子 OK 好 那如果具體建議 大概可能還是從 從食安的方向 解決 對 從食安切 可能比較容易 對 因為保健 你數字再多 可能遞不上他 很熟悉的一個長輩 講一句話 對我講這 對 因為我現在是保健在這裡 去 但是食安確實就是說 誰也講不出來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靠數據 靠機器 靠驗證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們就可以有個科普的作品 就是我們怎麼看得懂 這些食安的這些報告 這些數據 這些話術之類的 對 有一些年輕人之前 有個什麼美的好朋友 什麼的 他就是花很多時間去 分析那個 就是線上 就是你洗機就可以買的 我百貨公司可以買的 他的廣告的話術 跟他的食品表示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對 然後呢 這個就是我朋友 就讓大家能夠看得懂 那些食安的數據 那不然就是完全被包裝 跟行銷就是蓋回去 那但是因為食安 它是 它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repeatable 就是你只是一批大量生產 你再拿一個來驗證 數字還是一樣 對 那但是保健的嘛 我吃得很健康 他吃了神病到底 誰說三個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食安它比較是 弱點它可以幫忙的事情 我具體建議就是 從食安前 那如果大家對於 就是愛心食安 已經有一個就是信任感 那之後 那才慢慢的往保健的方向推 這個時候大家就是 因為熟悉你 然後你講話大家信念 有點像是 就是天氣預報 的那個人 就你可能還是要 要你自己啦 或者誰 出來擔任那個 就是能夠很清楚 很講清楚的事情 要不要我們的那個 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 有一位空氣民委員 那他講這個開放資料等等 那他相信 那當然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因為他預報天氣的時候都很準 但是他預報天氣很準 當然是因為他後面的數據模型 就是作為科學家的部分 以及技術人員的部分 真的他都有很深的領域 但是大家相信他講話 其實是因為就是 他的臉大家看很多次 這跟我們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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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我們部長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 他本來講都是 流行聘取的公文衛生 相關的專業知識 每天每天 對 然後翻版權威 然後這樣子講了四個月 那最後就是變成是 他要買石頭花啊 巧克力啊 什麼產品啊 什麼東西 那也覺得很權威 那也就求 可是他如果一開始就 就賣農產品 OK 對對對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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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慢慢收我 因為我好像還有一個